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4月4号星期日 前几天我们这好拉斯加斯这也搞了 就是游行 就是反对什么仇视压抑的游行 我们那天反正正好有点事也没去 本来我想去录一小段视频 给大家看一看现场这个情况的 那天反正真的是有点事也没去了 很多人就想让我说说 就关于现在所谓的仇视压抑 我看了一下 其实我不认为这个是仇视压抑 我觉得这是所谓的仇视压抑 是拜登和中国共产党一起编织的谎言 我认为华人最好不要上当 拜登他们为什么要编织这个谎言 我觉得是这样子 拜登就想说 由于川普说了什么中国病毒 病毒从中国来 所以就觉得美国人都在仇视亚洲人 仇视了华人 所以都怪川普 因为现在我跟你说 美国现在最担心什么 就担心4年之后 川普卷土重来 4年之后 川普如果卷土重来的话 民主党一点胜算都没有 实际上今年如果不作弊也没有胜算 所以现在民主党就是说 几条路发展 第一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就是说川普有罪或怎么样 后边现在不还搞要 要不是司法调查 就是要剥夺川普的4年之后选举的权利 另外一个要让这种 就是说邮寄选票合法化 这样4年之后还可以接着拿邮寄选票 接着再玩一把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要让华人 因为在华人群体当中 支持川普的人非常多 让华人去痛恨川普 所以这就是拜登要做的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跟着他一起 你可以发现整个中国的现在大外宣 都是这种说法 就是说整个华人在美国痛苦不堪 民不聊生 说什么30万在美国的华人现在就想尽一切办法 想要回中国 想要逃离 说现在美国要对华人精英大屠杀了 这种东西完完全全就是 一些轻重的自媒体 或者一些不着调的自媒体 跟着一块的推波入栏 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建议在美国的华人们 不要轻易的上当 要冷静 要把这事情看透看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民主党一直玩这种东西 民主党一来就跟你说说川普是什么白人至上 然后仇视黑人 仇视华人 仇视亚洲人 然后说是由于川普在 然后说3K党横行 放屁 都是放屁 这都是纯粹是谎言 而且说也实在的 非洲裔这一次被忽悠的挺惨 这一次所谓的这种黑命贵运动闹的是轰轰烈烈 没错 看起来好像非洲裔也是扬眉吐气了 但是说实话 在整个北美地区 大家是敢怒不敢言 很多在之前其实不反感的 其实现在变得很反感 这个东西非洲裔 我觉得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民主党在利用他们 而且利用完了之后 对他们自己的族裔本身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而且反而让大家觉得有一点怎么说 你懂我意思 对不对 大家你可以自己去想一想 对不对 民主党在民主党的主导之下 搞了这次黑命贵 到底对非洲裔是有帮助的 还是实际上是有伤害的 我想每个人心里都一杆秤 而我们华人的话 我觉得应该聪明一点 不要被人当枪使 不要这么轻易就被人利用了 好吧 所谓的这一次 所谓的这种仇恨亚裔的行动 是谁开始调起来的了 这个口号是谁喊起来的 知道吗 真正的起源是什么 是今年1月份过年的时候 大年初一 美国总统拜登在大年初一 致贺词 在贺词里边 拜登说 说反对仇视的亚裔 反对针对亚裔的这种暴力行动 而且他要立法要对他们严惩 在这之前是没有的 在拜登说这个话之前 实际上没有对亚裔的仇恨 或者的暴力行为 就自打拜登说了这个话之后 才开始 所以是拜登把这个口号的喊起来 知道吗 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去了一个人家 过年你去了一个人家 知道吗 然后他们家抱着孩子就过来了 你看 石树来了 石树来了 给石树半年 给石树半年 别找人要 别找人要亚裔仙 不许要红包 怎么这样呢 你知道吗 你懂我意思吗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引导你 你懂吗 就是在引导你 这个话他是反过来说 但实际上是在引导你 自打拜登 吹响了这个号角之后 所有的主流媒体 白左的媒体 在拜登致辞之后 迅速的跟进 开始大肆的报道 全美国的这种的仇恨亚士 亚裔的这种话题 文文全年就是开始了 一时之间 停止仇恨亚裔成了热点 而亚裔也被攻击的报道 也是层粗不穷 所有美国的有头有脸的人物 都站出来了 说要被亚裔撑腰 然后各个亚裔的一些知名人士 也都站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反而越演越烈 而且还谴责说是白人对亚裔的歧视 说白人至上主义是国内的恐怖分子 是美国国内恐怖分子 我们来看看 就从拜登至死之后 看着 1月28号 旧金山 84岁的泰国的一个老爷爷在街上散步 一个19岁的青年 从街对面飞跑过来 猛推倒老人 老人伤助不至身亡 这个19岁的青年 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吗 我们发现 他是一位非洲裔的19岁的一个青年 我不知道非洲裔的非洲裔时间 怎么会支持了白人至上 我是不太理解这个逻辑 我是不太理解这个逻辑 1月31号 旧金山奥克兰唐人街 一个28岁的年轻人 先继从背后推倒三人 一个91岁的老爷爷 一个60岁的老大爷 一个55岁的妇女 三人均受伤送医 那么这位28岁的年轻人 又不是白人 什么种族算了我不说了 反正咱们别好像针对某种族似的 对不对 反正他不是一个白人 对吧 然后2月23号 旧金山一家洗衣店内 三个19岁的小青年 抢劫了一个在那洗衣服的67岁的老人 抢走了数百美元 还把他打了一顿 那这三个19岁的小青年 没有一个是白人 所以我不知道这些都非白人 怎么就白人至上了 对不对 你看我在这 我说我们亚洲人很聪明 然后他说你白人至上 兄弟挨着吗 挨着吗兄弟 能聪明点 能稀定点吗 我在这白人至上 我在这 我在吹牛逼也是吹 对不对 你死东哥牛逼爆了 那也不是吹白人 对不对 你看着他也不像 对不对 这里面有一个是白人至上 对吧 而且你听我说的意思 能听得出来这是什么族裔吧 3月9号奥克兰 一个75岁的华人老翁 散布时遇抢劫 被嫌犯推倒在地 也是被抢劫 其实前面这几个 有几个就是他们 他们玩的那种 就是说你敢不敢把人推倒的 那个游戏 那是专门一个种族的年轻人 喜欢玩的这个游戏 然后剩下这帮其实都是抢劫 为了抢钱 就是抢华人的钱 专门有一个族裔的一个歌手 在YouTube上出了一首歌 就交给他们族裔怎么去抢华人的钱 所以你想想这是哪个族裔的 但是我知道这个族裔是非常反对白人至上的 所以基本上这几个案件 在我看起来没有一个跟白人至上有关系 然后3月9号 一个40岁的壮汉 拳击了80 拿拳头打了一个83岁的韩国裔的老奶奶 并向他吐口水 然后也不是一个白人 什么族裔你自己猜 然后3月16号 亚特兰大三家亚裔按摩店 先后遭遇一个21岁 终于来了一个白人青年的枪击 8人遇难 一个人受伤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这个哥们说了 他是针对的一个职业 而不是针对的某一个种族 他说他是一个性隐 性上隐 所以他要杀的是妓女 所以在死的8个人当中 有6个是亚裔亚洲人 有两个是白人的 是白人的 反正都是妓院里的工作人员 好不好 所以说明他进去之后 也不是光着朝着亚裔走 对不对 白人他也开墙 对吧 所以你说21岁的青年是针对某一个种族 我看不太对 他好像针对了某一个职业 对不对 所以 但是反正他那地儿 他那地儿 按摩院里边 亚洲人开的多一点 对不对 你说这东西 是吧 你说这是种族的 我也没看出来 对不对 而且你说这哥们是个白人至上 我感觉他也没看出来 我觉得这哥们 就是个性上瘾的一个心理疾病的 对吧 然后3月17号 旧金山一个白人流量汉 攻击一名75岁的华裔老太太 老太太抄起一根木棍 棒打了流浪汉的30多棍 然后流浪汉的受伤入院的 老太太脸被打肿了 那这个也不错 也是个白人 那最后很多的媒体的后续没有再给你报道这个事 然后3月20号 一对华裔夫妇在达拉斯住家附近散步 被一辆冲上人行道的汽车撞到 被拖行了上百尺 造势者吓坏了 开车逃逸 造势逃逸 58岁的丈夫伤重死亡 现在没招招凶手 所以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种族 但是我个人看起来像一起交通事故 只不过就是说死了的第一学院是华裔 对不对 但是美国每天都发生交通事故 对不对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现在只要有华人受伤了 发生交通事故死了 你要飞机掉来 这飞机上要有华裔 你这飞机机长也是歧视华裔 你这不挨着 对不对 3月24号 有两个女孩 一个13岁 一个15岁 持电机枪 抢劫了一辆的Uber的外卖 导致翻车事故 然后里边66岁的巴基斯坦的移民司机 当成死亡 巴基斯坦的哥们 他看起来其实 他是个亚洲人 我承认 但他看起来像个亚洲人 他看起来像个印度人 对不对 这都挨着 然后抢劫他的 又不是白人 又不是 3月29号 纽约地铁上 一个壮汉 跟一个亚裔的年轻人打起来了 最后勒脖子 致昏迷 据说亚裔的男青年 管壮汉 管这个人 就是喊了那句不能喊的 N开头的单词 翻译成中文 我也别说了 反正 你知道吗 就是对非洲裔不是很尊重的词 好不好 大家应该都知道 N开头的 对不对 然后就被暴揍了 对不对 这个哥们应该也不是一白人至上 对不对 你想他把N开头的字都喊出来了 对不对 你对一白人喊N开头的 白人可能觉得 你叫我 是不是 所以这跟白人至上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太清楚 而且他俩到底为什么 而且你要是不行 你别朝着一个非洲裔用那个词 好不好 你用那个头的话 你要非常的小心 好不好 可能就 对吧 然后 3月29号 纽约曼哈顿中城 也是一位 哥们儿 攻击了一位65岁家里的老太太 多次脚踢其头 并且有仇视亚裔的言论 这个是真的仇视亚裔 这里边我看起来 这是真的是针对亚裔的一个仇视行为 但是这位壮汉 也不是白人 也不是白人 然后商店还有录像 商店录像显示了商店里两个保安目睹了门口发生了这一切 然后把门关上了 根本不管 两个保安 也不是白人 打人和两个保安都是同一个种族的 至于什么种族 你自己去看 往上录像 好不好 所以这里面来讲 我就不太看得出来 怎么就是川普导致了什么白人至上 而且川普他没导致白人至上 关电视 对不对 他都不挨着 对不对 对吧 你就看这些案件有哪一个就挨着 他看起来像是一个针对华人的 对不对 也就最后这一个 对不对 最后这一个 为什么到了3月29号就开始就是骂亚着人 打亚着人了 不是你们天天在报纸上宣扬的吗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整个案例两边只有两个是白人的嫌犯 主流媒体的一片说白人至上 兴起了 你主流媒体到底在说什么 你们是报道事实还是说拜登说什么就跟着什么走 然后拜登把对亚裔的仇视跟新冠病毒联系在一起 现在主流媒体也把攻击亚裔的报道也都把跟病毒挂钩 说都是因为病毒 所以大家讨厌亚裔在攻击亚裔 川普的时候倒没有这么说 现在是拜登和白左的媒体在这么说 引起了整个美国就认为什么 就对亚裔的恶性攻击事件 认为都是由于病毒引起的 所以让人认为攻击事件事实有因 说攻击亚裔的罪犯也就是情有可原 而现实情况是根本就不是这样子 它的宣传是这样子 你懂我意思吧 然后 现在就有一些人就真的开始 如法炮炙就跟着这个去学 然后开始攻击亚裔 发现心中的不满 这在心理学上叫从众效应与模仿行为 而实际上发生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美国总统和美国的主流媒体 一起在宣扬报道和纵容的 导致这个事情 所以咱们最后也说说 针对亚裔的这种仇恨犯罪的嫌疑人 都是些什么人 新上任的纽约市警察局仇恨亚裔犯罪 特别支队负责人 现在专门成立这么一个支队 他说犯下这些案子的人 大多数是因为患有精神疾病 这个人叫汤米吴 听这名字看着也是一个亚裔的后裔 他说我认为这些仇恨亚裔犯罪的嫌疑人 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精神疾病 而且亚裔美国人一直有不报告这些犯罪的倾向 汤米吴还称亚裔美国人不报案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害怕警察 或者对自己的移民身份有所顾虑 那你说他说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在地铁里被勒到了晕倒的那个人 竟然没报案他走了 很多人就说很多视频出来之后 警察说我们没找到受害者 所以没法抓 主要有个受害者来作证了 对不对 也没有 那哥们也没有报案 就走了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华人真的要冷静下来 要聪明一点 要机灵一点 不要跟非洲印一样 让拜登 让民主党 让这些主流媒体一忽悠 就跟着走 跟着走之后 我觉得这样发展下去 对我们反而不利 千万千万 不要跟斗曲曲一样 别人在后边拿个小棍一斗你 你就上去咬 懂我意思吧 我跟你说 拜登也好 中国共产党也好 现在中国共产党也在宣传这些东西 现在国内都 很多亲戚朋友打电话说 还在屠杀华人 是不是 你们小心一点 伤心好像别人打死了 你觉得这对吗 在中国的话 华人我就不说了 他也不了解情况 你们那些在美国生存的华人 明白这个事吗 这种情况 我说是实在的 这么搞下去 对我们反而不利 反而我个人是这么个观点 当然我知道 很多华人就觉得 你看黑命贵搞完之后 他们现在等级提高了 我们也得趁这个机会 我们也得炒作一波 提高我们华人的政治立位 没错 但是不是用这种方式 而且说实话 我真的不认为黑命贵 把黑人的整个提高了 反而我觉得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 所以 当然了 我也不见到的对 我提出我的观点和看法 你们自己再去思考 好吧 我还是那句话 不要被别人当强势 激凌一点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